再來看到這個荷包蛋 很多人早餐必點的品項 但是民眾抱怨說 他來到早餐店 他買了漢堡蛋伴熟 明明標價35塊錢 結果老闆娘跟他收40塊 他覺得很奇怪 老闆娘說因為伴熟 要顧太麻煩了 所以多5塊 他覺得很離譜 很傻眼 也說史上最瞎的 居然因為要顧這個食材 而加價 大開眼界 大家也認為說 是不是真的滿誇張的 甚至有人說 以後吐司如果要分烤好 還是不烤 這烤的話可能會比較貴 又要加錢 大家也認為說 店家應該要先講好 不要事後才說 對民眾的感受會很不一樣 最近傳出了不少詐騙的包裹 民眾接到簡訊說 送達超商 他以為自己買東西到了 並且來取貨付了1299塊錢 打開一看 是廉價的抗揍商 才知道被騙 現在警方也說 其實從去年 就有很多類似的經驗 都是來自大陸地區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如果收到不明的包裹 要先查證 再來看到是 台北車站清晨五點多 發生了落軌的意外 詳細的情形 我們帶你一塊來了解 畫面中可以看到 女子躺在單架上 全身上下都被固定好 大腿上還有大面積摔傷 餘青 救護人員快步將她 從車站內推上救護車送醫 台北車站清晨五點多 一名在台鐵第四月台 等車的20歲女子 因為不明原因 在列車進站前突然落軌 台鐵站務人員發現後 立刻通報即將進站的列車停止 並引導救護人員到落軌點 確認沒有列車進站 到鐵軌上包紮救援 所幸落軌女子意識清楚 只有受查錯傷 沒有大礙送往馬捷醫院治療 目前列車已經恢復正常行駛 警方也調閱監視器 釐清女子弱軌原因 我們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